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喝光了 毫不过瘾 真怀念在扬州时穿着男装行走的日子 尤其是去年他买食料后 哥哥也不会每次他出门都跟着了 他偷着喝了不少好酒 他的好酒量是连家里人都不知道的 舔了舔嘴唇 还有点酒味 上上下下地舔了一遍 话如初才不甘不愿地死了心 看着他的动作 其右眼神更显深沉 拿起筷子夹了些菜到他碗里 你晚上没吃多少东西 不是特别饿 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 话如初其实根本吃不下了 头有点晕 却不觉得醉 喝酒喝到现在这个状态刚刚好 还有个人陪在自己身边 嗯 挺安心的 如初 我想让其真跟着你几天 话如初抬头看他 我没有醉 我知道你没醉 其右伸出手去擦掉话如初 嘴角沾着的菜汁 仿佛一点也没觉得 这动作太过牵迷 继续道 我只是希望你能帮到其真 我表现得那么绵软 婆婆哪会同意让其真跟着我 她已经够软弱的了 我有办法上皇将礼服十来天 就让其真跟你十天好吗 话如初觉得自己一定是喝醉了 这个男人说话怎么会那么温柔 尤其是后面两个字 他都觉得要揉出水来了 其真的性子已经成型了 哪那么容易改 你别抱太大的期望 答应了 放下筷子 话如初手肘撑在桌面上 双手脱腮 歪着头 却还努力摆出一脸严肃的表情 其右 我其实也没什么会的 你想让我教他什么 你觉得什么适应他 对他有好处就教他什么 这范围 画得太大了 话如初嘟脑 眼嘴打了个喝钱 酒劲好像有点上来了 其右起身上前 把人拉起来 话如初一个亮枪 栽进他怀里 嗯 好温暖 蹭一蹭 其右闭了闭眼 一把将人抱了起来 话如初惊呼一声 下意识地搂住男人的脖子 关门落索 云叔努力把嘴角拉平了 是 姑爷 被抱着 一晃一晃地走了几步 话如初连着打了几个喝钱 进屋之前 头就挨着其右的静窝 睡了过去 把人放到床上 躺下去时 大概是头上的手是个道了 话如初伸出手摸上去 把个道他的东西 扯出来扔到一边 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 既又睡得香甜 如同被蛊惑了一般 其右低头 含住红润的嘴唇 带着酒香的味道好极了 比端着杯子喝药好 门被人敲了两剂 下颜的声音传了进来 姑爷 努必来伺候小姐洗漱 其右手一扬 一道风刮过 烛光摇曳了几下 门自动打开 下颜心下一领 小姐说得没错 姑爷很厉害 把水放下 出去 是 轻手轻脚地把盆放到小厨上 下颜低着头退了出去 门悄无声息地关上 其右挽起袖子 拧了帕子 头一次伺候人 生怕用劲过了头 让他难受 轻轻地 一下一下蹭着 床上那人灼红的脸 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小心翼翼 再拧了一次水 给他擦了手 起身 把他的鞋子除了 其右才 自己去耳房收拾自己 从耳房回来时 经过梳妆台 无意间瞟了一眼 走过的脚步顿了顿 往后退了一步 透过太过清晰的镜子 看着里面的人 这张脸 他已经很久没仔细看过了 依旧面无表情 却没了以前的冷力 眉眼间 几乎可以 可以说是柔和的 若是他现在在外人面前 就是如此 是不是 别人又从他脸上 看出什么来了 会不会给太子带来影响 想到这个 镜中的人 眼神瞬间变得冷立 刚才的柔和 再也不见 对 这样才是齐右 才是常年 面无表情的齐家大公子 侧头看向床上的人 这是他的夫人 他想要去相信的人 有点表情 其实也没什么吧 转头再看向镜子 镜中的人又柔和了 仿佛刚才的冷力 只是昙花一现 想起如初说 他笑起来好看 其佑努力勾起嘴角 想要笑一笑 看看是怎样的好看 可是 镜中那个哭不像哭 笑不像笑的样子 哪里好看了 对了 如初说过 不用刻意 当他想笑时 不用控制自己情绪 就能真正笑出来 照如初的说法 他现在情绪还没到 所以笑得不好看 这么一想 齐右不再为难自己 恢复到面无表情的样子 离开了梳妆台 脱了衣服上床 顺手将围蛮放下 不知道如初喝醉了 会不会更加热情 熟练地解开 身下之人的衣衫 仿佛着了抹一半 手一寸寸轻抚过 光罗的地方 细腻的肌肤 温度比平时要高上些许 以他的势力 甚至看到 肌肤不同于往日的白皙 而是带着粉色的红 以后腿上齐安 多北上些好久 年户的声音声 在小小的空间内 放大了数倍 其右扶下身 挨着如初的脸蛋 蹭了蹭 走开 羊 软软地 拖着长腔的声调 没了往日说话的清脆 却多了分妩媚在其中 这样的如初 只有他看得到 一想到这点 其右就满心柔情 他不懂爱 不知道爱的表现 应该是怎样 可是他很清楚 如初在他心中的不一样 他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爱 可是从成亲到现在 明明才这么短的时间 他却有了贪恋 想要让这个人 一直在他身边 他回首便可看到的地方 想要他孕育他们的孩子 想要他如在茶园那般 开心快活 清了其身下人的唇 还留有淡淡的酒香 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没有接触过 没有对你敞开过 你永远不会知道 他有多吸引你 让你的心里眼里 再也放不下别人 如初 你给我点时间 你想要的 终有一天 我都会给你 都会给你 半梦半醒的人 本能地回应他的亲吻 双手缠绕上来 鼻子里还轻哼上两声 一副等着被宠爱的模样 其右慢慢勾起了嘴角 轻易不笑的人 突然之间露出来的笑容 才最好看 可惜 其右不自知 而唯一有机会看到的人 此时却是醉眼迷蒙 其右 我要在上面 边说着 那人还努力 想要推开身上的人 坐起来 顺着他的力道 在身边躺平 其右就那么一动不动地 看着他 爬到他身上 不着寸驴 像他亲吻他是那样 吻过他的额头 眼睛 鼻尖 最后 相贴在唇上辗转 得意地抬起头 画如初 傲娇地哼哼 我觉得好不好 好 如初真聪明 其右声音暗哑 身下某个地方 已经蠢蠢欲动 微以用力 如初又跌回他身上 继续 就像我平时做的那样 孤隐男人 也不难嘛 画如初 不算清醒的脑子 这么响着 动作 却寻着本能地 亲吻在他喉结上 舔一舔 允一允 最后 还不忘用牙齿 抹一抹 惹得人 全身都颤离后 舌头开始往下流连 亲了亲胸前红点 恶劣地 小小用力一咬 不算太疼 却刺激得其右 身体都弓了起来 喘息 越加粗重 就像掌握到了 他身上的某个开关一般 画如初 继续卖力地 舔弄另一边 听着男人 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 心里骄傲地爆棚 其右身上的体毛不重 没有一丝坠肉的身体 精瘦结实 但是 在肚脐眼往下的地方 却有着相连的一片草丛 忽略高高挺立的那一根 画如初觉得 男人这个地方 真是性感透了 本来就是在 强制控制的男人 被这种眼神看着 本就说大的某物 又长大了一圈 还微风地抖了抖 如初 你不是说 要在上面 吞了口口水 画如初 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可主导的想法占了上风 真就抬起身体 一手扶住男人的肩挺 坐了下去 吞又再一次决定 家里要多杯点酒 晚上关起门来 两人喝上一点 也是个雅士 喝了酒的如初 比以往还要热情胆大 而且也比较放松 他很喜欢 停了一会儿 两人的喘息声 都有点快 哑着声音 吞又问 好些了吗 伸手抹掉男人额头上的汗 手心又扫过他带着失忆的胸膛 落在毛茸茸的那一片上 我自己来 好 其又仿佛笑了一下 可定睛看去 却又还是老样子 不 也不是老样子 眼中的情欲 是以往少见的 嗯 也不是 说不定 和他的妾室滚床单时 也是这样 积极性 瞬间消退了些 华如初笑了笑 往其又身上一倒 没劲了 你来 其又眼神暗了暗 刚才 如初想到了什么 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展到滚床单 并且 他在上面 这个诡异的方向来的 才回屋时 他下意识地用其他话 把心里的不安遮了过去 其又太敏锐 他不想在他面前 像个透明人一样被看透 三婶的话 给了他提醒 却也让他感到害怕 他很怕自己 也会变得和内宅里的 其他妇人一样 为了自保 为了孩子 不择手段 他肯定是要有孩子的 保护自己的孩子 更毋庸置疑 三婶如果是想让他不安 那他成功了 不敢把自己的不安 告诉其又 谁也不能护谁一辈子 更何况 其又本就是 其府的主子 知道内宅那些龌龊 和真正在他面前 摊开了说 完全是两回事 可是 后来怎么就喝上酒了 怎么还来个酒后乱兴 嗯 也不完全是 成亲后 就是没喝酒 他们也没少做 几乎算得上 是日日生歌了 在床上翻滚了 不知道多久 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来 话如初任命地坐下来 看了看身上的点点痕迹 聊起为慢下床 自己去找了个肚兜穿上 这才扬声道 外面的 进来伺候 是 进来的人是东菲 几个丫头里 东菲是最少画的 他和其又说 东菲学过一点点医术 事实上 东菲是着了男装 跟着低的一个好友 在江湖中 很有名气的大夫 学了整整四年 到他快要出价时才回来 知道他不喜欢 和人打交道的性子 话如初想方设法地 找来医术估本给他 让他用心钻研医术 并不要求他时刻在跟前伺候 今儿怎么是你 其他人呢 东菲规矩地上前行了礼后 边给小姐着衣 边道 云淑姐姐带着大家 在导谷院子 让我来伺候小姐 话如初几乎可以想象 云淑是怎么说的 不外乎 就是他这个小姐 有多重要 东菲的手 不是用来干重活的 只要多看几本医书 等小姐有孕时 多尽心尽力 还有 以后的小主子 也是要东菲 多出力之类的话 微微笑了笑 姑爷一早走的 是 姑爷离开时 嘱咐我们不得打扰 还真是 话如初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 天天晚起 再这么下去 他这个主子 都要被笑话了 小姐 我们都很高兴 嗯 小姐和姑爷关系好 我们都很高兴 透过镜子 看着东菲清秀的脸 话如初感叹似的道 东菲 你虽然不喜和别人打交道 但是几个丫头里 你是最会察言观色 脑子转得最快的 当时送你去学医 倒也没送错 抬头 看了镜子里的人一眼 东菲动作不停 道 小姐带婢子的好 婢子一辈子都感恩 能跟着小姐 是东菲的福气 没有哪个下人 能像东菲一样 还有学医的机会 说这些做什么 说到底 我做这些 也是为了我自己 想起在家时 爹无意间说起的一件事 话如初笑得不怀好意 东菲 你说 要是你的师兄来向我提亲 我是隐 还是不隐呢 东菲手一紧 头皮都被扯起来了 痛得话如初 眉头都皱了起来 东菲连忙松了手 人就矮了半截 婢子 请小姐责罚 揉了揉头皮 话如初叹了口气 他要怎么发 这都是他自找的 谁让他在挽头发的时候 说这个 起来吧 今天哪都不去 头发松松地挽着就行 是 好一会儿 两人都没再说话 直到头发扎好 话如初才到 东菲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讨厌你师兄吗 东菲咬得嘴唇都发白 话如初忽然发现 他疏忽了这丫头 笔之在家时 东菲瘦了许多 气色也不算好 这是为情所困 掌过身来对着他 东菲 回答我 东菲不声不响地跪下 声音打着颤 小姐 菲子 不喜欢师兄 菲子不想成亲 菲子早就想明白了 学好医术 照顾好小姐的身体 以后再小心护着小主子 菲子 再没有其他想法 怎么他的丫头 都说不成亲 心里没有人的 倒也罢了 可东菲这样子 哪里像是心里没人 真要是不喜欢 就不会有这种 近似绝望的语气 你就是成了亲 只要你愿意 照样可以一直跟着我 东菲摇了摇头 小姐 菲子只是个丫头 哪有资格嫁进那样的人家为妻 就是她不嫌弃 她的家人 又哪里能容得下 与其以后乐个互相埋怨 倒不如早早断了念想 您以前说过 您为穷人妻 不为富人妾 可富人妾 又哪里能让一个奴婢做 她的朋友 都会笑话她的 你倒是想得通透 起来吧 话如初起身 拿起柳枝 沾了盐刷牙 接过东非递来的帕子镜面 你现在的年纪 还惊得起耽搁 不急 看看你那个师兄的诚意吧 她若真有心 我自有办法 让你风风光光地进她家门 若是三心二意 心志不坚 趁早断了也好 我的丫头 可不能让人埋态地去 小姐 走吧 我有点饿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